呛呛三人行 咱们今天这个三个男人啊 也谈谈你们的心里边的一些心愿 对吧 谈谈这个离婚的问题 我听说有相当一部分 就是你们这个年龄的 就是婚姻男是吧 实际上在心里头 不知多少次有过要离婚的冲动 是是什么回事吗 我觉得年龄过了吧 我不晓得徐老师 这时候我觉得不管男女啊 结婚我们都说嘛 七年嘛对 七年滋养对不对 七年也好 十年也好 十七年也好 总会中间有高低 然后会考虑离婚 算了干脆离婚算了 可是这个男女还是有差别的 男人呢过了一个年龄 我看子冬好像 我们差不多年纪 应该是过了那个说离婚的冲动了 反而是跑不开了 想着说通常到了这个年龄 我看到我身边的死党都是这样 跟老婆说 你放心 我后半辈子 这是跟你在一起 其实呢是叫哀求老婆 你不要抛弃我 我老来我靠你了 我走不动撑拐杖 我要人家位置 推轮椅 我靠你了 那反而这个时候呢 女人老了 坦白讲 老公 老到一个年龄的女人呢 她够聪明的话 应该已经把老公的财产 转移到自己手上 差不多 然后呢 老公对她的威胁也越来越低了 对不对 以前有好多蝴蝶什么过来 现在都没了嘛 所以呢 反而是女人很多 我们看到 特别最近十年了 老来离婚都是女人要求的 是的 我抛开这个男人 没错 没错 真的 你看跟徐老师想的 跟徐老师想的不一样 徐老师想想 徐老师怎么想 我不知道 我想了怎么想也不能说 但是 不过人家统计过一个规律 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是男的 就像他刚才讲 男的追女的 然后呢 到了这三四十岁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就是好像是女的比较 不说在乎男的 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呢 又是倒过来 对不对 就是又是 我见到的统计 实际是女的对婚姻呢 实际还是比男的讲究 提出离婚的主要是 大部分是女的 就是他就 男的有时候他能忍受 女的要是这段婚姻 他这个质量不好啊 女人不能忍下去的 几率更高 而且呢 不是还有这个统计数字吗 离了婚呢 男人短命 女人长寿 就是有过这个统计 就是比如说 到你们这个岁数 要是离婚了 男的 就是离了婚的男的 比不离婚的男的 活得短 普遍都短命 但是呢 离了婚的女的 平均寿命 则要比这个 在婚姻里的女的 还长 问题是 离不离婚女的 都比较长嘛 长命嘛 而且比较快乐嘛 一定的嘛 我常说嘛 只懂我们这些 老男人很惨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朋友 有的朋友都是工作的同事 你的工作关系 你退休下来 下岗之后 基本上都没了七七八八 没有交朋友的能力 没有照顾自己 琐碎生活的能力 那这些能力 老婆那方面 都是那么多年 往上走的 他们会有姐妹一套 聊天 他们懂得处理家务 处理生活的琐事 所以过了一个年龄 就注定我们的悲惨命运 就是跟着身边的女人 没错 千万不要抛弃我 没错 而且太太照顾你 越来越专业 越来越不是别的小姑娘 能代替的 没有办法 所以说 我们还是要乖乖的 到了一定年龄 就要按对 不然老婆跑了 我们就非常悲惨 当然我们三个男人 说这么一番话 也是为了祝福 邓文迪和莫多克 对吧 两个人这个 看他们走出 离婚法庭的 那个照片没有 老莫 这个表情轻松 走了 邓文迪严肃起来 这个表情 真叫一个沉重 他好像从来都严肃 你可以看看 他跟布莱尔 在一块的时候 表情就不严肃 我们可以 这个导演出一下 你看 这汪雅飞 跑去干什么去 汪雅飞和他妈 那个张岚 你知道吗 这邓文迪跟布莱尔 但是布莱尔 那方面已经澄清了 说英国人 不要胡乱八卦 他跟这个邓文迪 没有私情 不信有图为证 你再看下一张 你看这是布莱尔的老婆 你看这个时候 文迪表情很轻松嘛 有没有私情 还说不好呢 你咋会 不是他们两边在吵嘛 这个有八卦嘛 不过他现在只是说 他们是 就是纯粹的精神上的 私情 是这样的意思 他因为他们是在 美国的什么庄园里 单独嘛 那个老头不知道嘛 是不是 我都不知道 对 那我觉得蛮保守的 难道男女不能交朋友吗 好像男女 我们在同一个庄园 在一起聊聊天 不行吗 一定要假设是有私情 我看到这个纯粹八卦了 可是刚我突然又想回来说 你说离婚的事情啊 好像是女的提出比较多 可是我听一个搞心理学的朋友说 很多女的是干嘛 试探那个男人 往往是弄假成真的 一吵架起来就说 我们离婚 我走了什么什么 可能一次两次之后 第三次老公就说 好吧 你就离吧 终于就离了 就去签字了 好多女的 我记得我小学后 听过我一个阿姨 他离婚了 他有两个小孩的 我记得他在我家 对于我妈就哭 他也是这个意思说 非常后悔 当初就是吵架 发现老公劈腿 有情人 他就吵了 就叫离婚嘛 选择离婚 然后他非常后悔 因为他离婚之后 那个老公跟那个情人也分开了 因为往往啊 许多时候 在老美啊 就说嘛 往往这是affair 这是婚外情 好像一个 作用好像一个什么 将落散 没有人降落之后呢 还把将落散带回家了 没有了 一降落就丢掉 往往是你婚姻 出了一些波折问题 你想跳 跳击 那找到一个将落散 就空降下来 那好像是因为那个第三者 所谓的小三 其实你爱的不是那个小三 你只不过是想 有意无意想 过强梯 对 想想离开原先的关系 对 想摆脱现在 目前那种促进 对不对 不过他们好像说是有一个调查统计 好像是说男的离婚了以后 再婚的比率比女的高 女的很多就不结婚了 特别是中年以后 有这样的一个统计 另外有一个情况是 小孩啊 如果是父母是离婚的 是分开的 小孩将来的生活就会比较 我怎么用什么词来讲啊 他就会比较面对复杂人生 他自己的恋爱生活 各方面啊 这个适应能力就会比较大 这个适应的范围会比较大 就是说离了婚家庭的孩子 他反而能适应比较多的 比方说他能够适应比较复杂的男女的这种情况 而如果说是就是一个家庭非常传统 非常稳固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小孩呢 通常他自己的婚恋啊 也会比较就是黑白分明 就是我要么找一个 找一个就是一辈子 就这样 你我也不能够允许什么什么什么这样 换个角度说要统计是说 家里有人离婚 不仅是父母亲啊 你家族啊 比方说你哥哥离婚 你姐姐离婚 然后呢你家族有人离婚呢 你的离婚率就会变高很多 为什么呢 其实往往有时候是好事啊 你看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我爸妈离婚都没死啊 两个人还活得很好 我姐姐离婚也很好啊 你就知道离婚不是一个那么可怕的出路 那是可以选择的工具途径 所以你就选择离婚 是是是是 其实应该让离婚平常化 我现在觉得很多中国 中国人还是受这个传统所苦的 就是往往这个婚姻呢 这个都不行了 实际就没有一点这个男女爱的这个成分了 就完全 但是呢 他会觉得离婚这件事啊 可太大了 就简直压得抬不起头来 尤其是比如说还有孩子 哎呀 都就觉得 怎么完全没有办法解脱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有一些根本性的区别 中国人跟西方人 我们现在讲的一夫一妻制 这是西方的宗教过来的 那他们呢 就非常强调同一个时间的单一性 就是说你 你现实生活也是 电影里也看到 在美国 他一发现你有另外一个人 我就跟你离婚 对不对 他总觉得 他觉得这个 一男一女在一起的这种排他性 是非常神圣 这个联系到天意 联系到上帝 就是联系到你做人的基本价值 你要是 可中国人从来都不是这样 没错 中国人这个 这个 不说传统上是一夫多妻 或者怎么样 大家庭 中国人形成了一套观念 就是家人的观念 嗯 中国人就算 就算很多离婚了 就是 就是 就是说你或者不好了 或者交过朋友了 中国人那种叫什么 一日夫妻 怎么白日 对对对 那个夫妻的概念 你要宽泛一点的话 你就就是 将落散了一下 你也是一辈子的事情 哇 中国人 中国人的这种 家人的概念 没错 是西方人 他不大能 他们也 说坏的角度来讲 他觉得你中国男人无耻 你就是变形的 各种变化的 一夫多妻子 就是那个张爱玲说过 就是说 这个男人啊 是在一夫一妻子的法律下面 寻找一夫多妻子 妻子的痛苦 是张爱玲的说法 而女人呢 要在一夫多妻的现实面前 遵守一夫一妻的道德 就是双方都是痛苦 你看 那个女的得 明明知道你还有别的人 但我 我不行 那他不能容易允许女的这样 所以中国人呢 但是你要听忽兰城啊 或者还有一些更严肃的 你比方说 我们认识的那些老辈的作家 你也要从鲁迅啊 到很多很多人 他们其实面对的这种情况 就是把其中一个人当作家人 那你说他这个东西 按西方人来说 你这个就是禽兽 你这个就是 不道德 也蛮有弹性的 我想起冯小刚啊 讲过这样 写过这样一段话 他说有人问他 冯导演 假如你的老婆 那个跑路 跑了半年了 不晓得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事 又回到你身边 你接受吗 冯小刚想一下说 应该可以吧 就想象成为你的脚踏车 被偷了 骑了半年 送回来 你拿快步 抹一抹 抹干净 自己再骑吧 蛮有弹性的 对对对 但是他可能主要的危险是 他别跑半年 恰恰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份短交 五井购酒 更好的我们 更好的家 1986到2013 红星梅凯隆 二十七周年 说是深圳 有这个小三 什么闹 穿着婚纱呀 怎么闹人家这个婚礼啊 这个他们还有视频 咱们可以看一段 你先把我逼我 在那里买完 我就来得起啊 你要说演戏 我也信 我都不知道 视频是真的假的 直面惨淡的人生 直面惨淡的人生 就你刚才说的这个 我真是觉得 咱们不能否认 假如说有一半的婚姻 都是幸福的 那就咱们祝福他 但是还有另一半 是不幸福的 这另一半不幸福的里头 真的 我觉得中国人啊 反正我没有见到处理的好的 真的 这个问题啊 真是无解的问题 没有一个人能处理的好 各种情况 我在这个社会里都见过 是婚外情的 所谓的小三 小四的 其实都是一种平衡嘛 在人的欲望 在家庭责任 在婚姻契约等等 各方面 你一个中国男人 或者一个中国女人 你们去找多少种方法 我现在全知道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结果 我没见过 谁说 我处理的好 我这样好 没有 都是 一说起这个 皱着眉头 就苦啊 没有办法 你说这是为什么 美国是四三三 他们我看过一个统计 就是说 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呢 就相信一夫一妻 就一辈子 就他也愿意这样 就是发誓 特别是天主教的 百分之四十 另外有百分之三十呢 他就是 也追一夫一妻 但是一发现问题就离 就再早 离 再早 他的原则是 在一个时间 我只有一个人 但是呢 我的life里边 我就这样 这样不断的换 平均数是六个 就平均是六个 但还有 另外百分之三十 他压根 很多还是知识分子 就是很多的知识分子 他压根就认为 一辈子跟一个人 是不人道的 我也很认为 他压根就是认为 我不就没没 他压根就认为 婚姻制度 是一个荒谬的制度 所以他们不愿意 他们就 要么你就 同性恋了 单身了 交很多 一辈子就交很多朋友了 就是还有这种协议 住两地了 大家open marriage了 等等的 想各种各样的方法 做各种各样的实验 有些是很严肃 不是赢到 那就还要占到百分之三十 问题是他百分之三十 只懂我经常心里 有个问号 这百分之三十不表态 假如真的有百分之三十 我非常高兴 因为我的主张 一直都觉得 一负一期是 整个罪恶的起源 真的 政府 还也挤到那里面 没有 我经常说 政府应该立法 禁止结婚了 谁结婚谁坐牢 或者说资助发钱给人家 那你不对 那也剥夺了 另外百分之七十的人的权利 那个不是权利 你不能说 我有权利选择做恶 做坏事 因为你有一夫一世一致 真的 你就影响了人跟人的关系 你什么都是占有 跟被占有的关系 那个我以前讲过 现在不讲 我的重点在于说 我跟很多知识分子朋友 讨论起来 他们都同意我的说法 对啊 这种制度 不人道 不卫生 不这个那个 那我就说 怎么不卫生呢 不少的 你感染性病吗 那卫生有不同的概念 不是感染性病 可能是说 你假如永远只跟一个人交配 那是不卫生的 心理生理都不卫生 反而你跟不同的人交配 你发展出不同的技巧 不同的方法 那倒升级了 那我意思是说 我跟很多啊 比如说教授朋友 作家朋友 讲了半天 他们同意 那我就说 徐老师啊 我们签名 一起来公开 反对那个 一吃一吃好吗 不要不要 不要提我名字 因为家里都有个老虎一样的 邓文迪 你们就中国知识分子 有什么勇气 有什么勇气 你要叫我们法国知识分子 那家伙 前一阵你看嘛 被全美全世界的妇女组织 都骂他们 法国知识分子就是联名 就说这个要保留娼妓 就是说男人有嫖娼的权利 然后被妇女组织就就攻击 说你们这些人是吧 自己都去嫖娼 然后但是他们都是签名啊 就法国知识分子前一阵发起的 但不说 有的时候在有些啊 嫖娼合法的地方啊 德国就合法的 对德国合法的 在嫖娼合法的地方 咱们也严肃的 从社会学角度上来说 这也是一个解决之道 就是有些婚姻当中啊 男人很稳定 很稳定呢 那么他有一个性的问题 因为性的本质是喜心厌旧的 这个没有办法 那么他怎么办呢 哎 嫖娼是他 缓和的一个 一个方法 而且也非常简单 因为你找个情人 麻烦死了 没有用的啊 文涛没有用 因为我们整个讨论 好像假设夫妻之间的关系的困难的挑战 只在于说你管得管 能不能管得住你的小弟弟 好像是这样 其实夫妻之间我们都是过来人嘛 我们就算没有男女 什么升级器官的烦恼 光是夫妻之间的相处 人会变啊 诈值观会变啊 我跟你拍拖的时候 你是这样想 现在会变 我也变 然后呢 有了小孩更复杂 对不对 对于小孩的教养方法 期待 还有夫妻的相处 包括吃东西 怎么样 是育成生活财物安排 我们中国还是有一个就是把这个事情啊 跟人格和道德扯在一起 就比如说为什么我就觉得中国人啊 怎么那么样的难 就是离个婚啊 就太困 太痛苦了 就是这个痛苦很大一个程度 你比如说 你要照咱这角度看 就是外国人都是丧良心的 你们怎么就 比如说离婚就不管孩子了吗 在中国看来 你这离婚不仅是对不起老婆 或者对不起老公的问题 你这个孩子 甚至你看 你看那个网上的跟帖 哪怕一个明星 你要是所谓不要孩子 有孩子的你明星 你离婚 那骂的你 那就是兔么星子都能淹死你 就说你这 你就完蛋了你的公众形象 你就是不要脸 你就道德败坏 所以你知道 这中国人怎么就活得这么累 但是我不知道啊 是不是中国人的这个价值 也是一种价值 就是我们牺牲了 但是孩子是不是真能得好 你知道吗 我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中国正式化设东海防空识别区 涵盖钓鱼岛领空 与日本防空识别区大面积重叠 日本强烈反对 声称可能引发不测事态 美国刻意派轰炸机 闯入防空识别区挑衅中国 东海局势剑拔弩张 中国是东海防空识别区 战略意图何在 该如何处置 违规飞越防空区的美日战期 东海上空擦枪走火的危险 是否在加大 红花廊环环玉大战略 星期日版上 凤凰灰视中央台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 海南清水湾 这是一次远近 更是一次国际的跨越 虚公产品 遍布全球 虚公虚公 祝您成功 虚公集团 我们刚才讲的 都是普通人的这种 就是到处常见的这种烦恼 但邓文迪跟这个 这个叫什么 莫多克 他们这个婚姻离婚 是一点都不出意外 像这样的婚姻啊 因为你看 他是一个年龄的巨大 财富的巨大差别 对不对 所以这种婚姻 邓文迪这样的道路啊 虽然他一个人离婚了 还有很多人 前赴后继走上去 邓文迪什么道路 邓文迪什么道路啊 他是那个女人 做亿万富翁的 第四个阶段吧 他们说过 女人做亿万富翁 从赤品到 要经过四个阶段 告诉你啊 第一个阶段 就是到一个夜场去拖一拖 赚五千块钱 这是第一笔钱 第二个阶段 五千块就买切膏 到马路上去碰瓷 要碰一个当官的名车 那碰瓷能赔到个五十万 一百万的啊 大部分人到这个阶段 就停下来了 有个五十万一百万 就开个小店啊 或者是什么嘛 那有远略 有谋略的女性 比较厉害的 那个五十万 一百万拿来干什么 光华管理学院去 这是第三步 这是有决定性变化 那第四步你知道了 就是上市集团主席 然后跟他苦干三年 把他累死 对不对 他是那个邓文迪 那个摩托克身体好啊 还能够全身而退啊 不容易 你说你倒崇拜什么谁 李宗盛 没有因为你讲到 离婚的问题 刚才说离婚 中国人离婚很痛苦 我们就看到有小数的人 像李仲盛李大哥嘛 好像娶了一个 生了一窝小孩又离婚 又娶一个又离婚 可是他安排得非常好啊 我还记得他讲了一句话说 没问题啊 我的小孩反而多了几个 父亲母亲成人 他的妈妈会交新的男朋友 来更照顾他们 所以关键在于说 跟你离婚那个女人 会不会对小孩说你的坏话 咱们不会的话 小孩也不不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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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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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